我要飛英國啦 話說已經兩年沒有去過機場了 只是來到這裡看到飛機都很興奮 超開心 雖然機場的人流沒有以前那麼多 但其實還有很多留學生 相信現在旅遊行程開回來會更多人 我搭這班就是直航機 所以我在飛機上面 也有睡飽飽吃飽飽 我就很開心地去到英國 我記得之後 因為我等行李等了三個小時 等到超累超崩潰 然後無影任何東西 就去到第二天了 第二天呢 我就出去逛逛 那時釋放在英美皇宅十日 桑期入面的最後兩天 所以我們都去到西文治附近去逛逛去看看 我們就沒有排隊進去西文治 可以進去看的那個棺木 因為實在太多人了 要排很長時間 所以我們就去了紀念公園 看看那些人擺的花 而且都看到有些人 已經在前一晚都摘了影 等明天看出痕了 是超誇張 那天真的很多人 所以我們走了一個圈 就搭了地址等了 其實在英國的第一個星期 我是站住在我表仔家裡 之後就會check in這個學生宿舍 而今天就是check in的大日子 來到房間 我是興奮到忘記了打橫拍片 不過看到房間這麼大這麼漂亮 其實都很開心 和很期待之後在這裡生活 第二樣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學校拿學生證 第一次去整個迷宮 簡直是放棄路 不過第一次看到學校 都有一種很興奮期待的感覺 之後我就去了超級市場採購 因為一間空的房間什麼都沒有 所有東西都要重新買 然後就去了家附近一間很大的超市 買下送 買下生活用品 清潔用品等等 因為來到英國之後 簡直就成為了你的大力女子 一個人可以抽著兩袋超寵的東西 一條大斜路回宿舍 之後就開始了我的廚樑生活 每天煮完整晚的晚餐和午餐 接下來整個星期 其實我都在周圍去廚購 這就是我樓下的一間中超 這間中超是超大超多東西買 還有蛋撻和菠蘿包 不過我就沒試過 因為好像很貴 但它也有一些湯圓 奶黃包這些我喜歡吃的東西 所以其實都很開心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在香港明明就不看外回家 但是來到英國 不知道為什麼超想看外回家 就沒有東西都要看重播 今天就是我的開學日 早上也有一點時間 所以只喝了一杯咖啡就出門口 回到學校 其實我感覺自己 回到大陸讀書多過在英國讀書 不過不要緊 可能之後會認識到更多外國的同學 放了學之後 我就去了一陣子 然後回宿舍 就煮了兩個菜 就打算吃兩餐 這樣就是一天的了 之後我真的要非常感謝自己 帶了個投影機過來 因為這樣看投影機 躺在床上看 太爽 太開心 剛好宿舍有個白鳥 以上就是我來到英國 第一個星期所發生的事 希望我之後也有恆心拍片 拜拜